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現在新的桌機、主機板、中DGNOS 很多都已經內建2.5G了 對大多數人來說,能夠從1G升級到2.5G 已經是2.5倍的成長了 但是對我來說,因為我本身就有一些Tenkey的設備了 整個工作生態就是建立在Thunderbolt還有Tenkey的網路上面 所以對我來說2.5G的網路升級有點無感 今天還是帶來速度更快的設備 Tenkey Switch Netgear XS505M Nightgear在商用網路產品的地位不用多說 絕對是一方之霸 而商用產品的型號也簡單明瞭很多 相較大家常常看到消費機有Nighthawk、Orbi等等 商用系列只要看懂它的數字還有英文編碼的意思 基本上你不用看到產品圖片 從型號你就可以知道這台機器的功能和規格了 目前我的情況是桌上會有三台桌機 有時候會到四台 然後筆電通常是三台,但有時候會增加到四台 然後再加上一台NAS 大家很難想像,我一個人 在兩張大桌子上面就可以有這麼多台電腦 沒錯,這個就是我們的工作環境 現在主要都是用WiFi、AP來連接這些設備 因為距離很短,所以WiFi的訊號也很好 平常Tenkey的連線就是電腦對電腦,單點對單點而已 但我有點厭倦這個狀態了 之前有嘗試過用USB-to-USB的方式傳輸 不過那個效果也不是很穩定 而且要裝特定的軟體 而且還有USB的距離限制 我就覺得沒有這麼好用 所以也就沒有開箱讓大家知道了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透過SSD來傳輸 這樣理論速度大概也有1000Mbps左右 堪比Tenkey了 不過這個方法以後再跟大家來比較一下優缺點有哪些 總之,我這次是打算用Switch來搞定這些電腦之間的互相連接 讓幾台效能比較強的桌機還有筆電都可以走上Tenkey的網路 當初Netgear有四款機器是我在考慮的 其中708T、708E是比較高階 有網管功能的 價格高個幾千塊錢 但是我自己預估是用不到網管功能 所以XS700系列就沒有明顯加分了 倒是有一點反而讓500系列比較突出 就是它的後綴都有M 那這個後綴M代表的就是Multi-Geek 所以可以支援1G、2.5G、5G、Tenkey 反觀比較高階比較貴 有網管功能的708 那它要嘛就是Tenkey要嘛就是1G而已 而考量到未來2.5G還是一個大趨勢 雖然我手上有一半的設備都是可以到Tenkey了 但代表著還有另外一半的設備是上不去的 那經驗告訴我就是不要跟時代對坐 而且像是iMac2012這樣比較老的設備 其實要上2.5G只要USB轉接一插就有了 而且手上剛好還有空閒的好幾顆 那簡單來說就是彈性更大 機器也便宜 所以一開始選購的方向就偏向508M還有505M了 而我的訴求這台Switch它要負擔的工作 就是將我工作區的所有電腦串起來 作為兩張桌子短距離這個區域網路的中樞 之後規劃極貴也會有一台更高階的Switch 然後兩台Switch之間就拉光線 就不用走房子裝潢裡面的網路線了 接下來就是要考慮要5port還是8port 505M的價格是16725 508M的價格是22,050 505M有4個Cooper 508M有8個Cooper 但是要留意 508M的第8個Cooper跟Fiber是combo的 所以只能折一使用 所以實際上就是要決定要4個還是要7個 但我不是很確定 因為4個有點吃緊7個又太多 剛好最近朋友新買了505M 那就借我先來開箱試用看看 如果足夠的話 我之後就找505M就可以了 反之如果不夠那我就找508M 打開盒裝 右邊放的是機架Kit 腳墊、配件還有品質電源線 中間放的是英文還有日文的安裝引導和注意事項 用夾電帶包裝著還不錯 但是沒有中文版 下方就是XS505M的機器本體啦 包裝標示重量為1380公克 實際測量重量約為1360克 前面版的速度燈號標示也很清楚 左邊是電源還有風扇的指示燈號 因為我之後打算是將機器立起來放在電腦後面 而且會將機器貼著牆壁房 但又要避免機身直接接觸到牆壁而刮傷牆壁或機器 所以我就需要先將4個腳墊黏貼上去 而之後藉由機身上面的機架鎖孔 我再做個支架把switch架高 這部分就要考慮到它的風道設計是一進一出的 左邊有一顆富士康的40mm厚度10mm的風扇 這個風扇噪音不大 但也沒有安靜到說我放在桌上的時候是完全聽不到 畢竟應該很少人會這樣直接放在桌上使用 那我的要求真的是比較過分一點 找個散熱能力相當但更精英的風扇自己更換 還請大家推薦安靜的40mm風扇噢 不過拆機這個本身就是破保的行為 所以我也不推薦大家嘗試拆機 那原廠也不建議拆機更換風扇噢 那撇除自己保固拆機 如果你想跟我一樣將機器立起來放 那就是將左邊有風扇的那面朝上 因為它是排風的 那朝上擺放就不會有灰塵掉落的問題了 那進風就是讓它從底部往上吹 這也是我剛剛說 還要DIY一個支架把switch架高一點點的原因 不然就堵死所有進風口了 那Nagir無網管功能的Tingy Switch 價格的確是比同規格的競品還要貴了一些 但是Nagir品牌優勢 光是東西穩,資安疑率較低 這兩點就是這類網通設備採購最在乎的 我的需求不複雜 也不想花費時間去管理 穩定這點就是我優先會去考量的 此外台灣代理商服務好也是有目共睹 雖然大家比較詬病 Nagir的軟體介面可能沒有那麼優 但我這次目標就是找個無網管型的嘛 所以我也不會去碰到介面好壞這個問題 反而是希望安裝好之後 最好就可以溫溫幾個月都不用去懂它 它就安安靜靜在後面穩定工作 不要占用到我的時間去維護 而這個就是Nagir比較擅長的工作穩定 此外因為我做紙的實驗精神 這次還是有實際拆解 再次提醒大家拆解是破薄行為喔 不過蠻意外的是我也有收穫 因為拆解過程中我發現它的組裝真的很不錯 例如螺絲不會太緊或是太鬆 真的是剛剛好,每顆力道都差不多 也不會刻意把螺絲藏在腳墊底下 或是搞個防拆貼紙不讓你拆 外殼的設計真的是相當簡單好拆 但是同樣強調他們是 嗯,你拆的就是破薄行為 打開外殼後可以看到 內部主要分為主板、電源板、燈光小板 還有風扇這幾個部分 晶片部分採用的是Marvel的方案 兩顆主要的晶片上面都有鋁錦型的散熱片 幫助散熱 面相前面版的白色4Pin 這個完全沒有接熱痕的東西 它其實是拿來做任體升級用的 但是因為這台是五網管型的嘛 所以其實你未來也用不到啦 電源是在機身內獨立一塊區域 官方規格功耗為22.5瓦 那如果是巴普的508M則是39瓦 像商用產品內置電源的好處就是 像放在桌上使用的時候 後面就不會推著一顆那麼大的電源供應器 或是也不會佔用到延長線上面隔壁的位置 這在理線還有收納上是比較方便的 我真的比較喜歡這樣 像之前在選購螢幕 華碩的ProArt PA279CB的時候 我有特別強調這個優點 而網路線的部分 這次全部拆換成Polywell的CAT-6A網路線 因為目前手上網路線已經十幾年了 像是有好幾條是CAT-51的 除了規格達不到Tengi 老化的情況也相當嚴重 尤其是很多卡榫都斷掉了 貓走過去踢到線我網路就斷了 雖然有三條是近年才買的Tengi的線 但這次一升級上來乾脆把線都同意一下好了 大家在賣場可能會看到CAT-6A、CAT-6兩種規格 通常CAT-6A比較貴一點 而且有信譽的品牌 有測試過的線也還會再貴一些 雖然在這種短距離 品質比較好的CAT-6的線也是可以跑到Tengi的 但是正常人 如果你都花了上萬元一兩萬去買到Tengi的Switch了 應該不會就為了省了幾百塊錢去冒這個風險 或是犧牲一點點效能吧 所以乾脆全部就上到CAT-6A了 保利威爾他們自己是用工廠的 也有做其他品牌的代工 Connector、Cable這些零組件 雖然我也是可以自己壓線自己做啦 但是10條線就要壓20次 而且CAT-6A還有接力要處理就過程多一個步驟 最重要的是 這樣我就要囤一箱線還有水星頭了 這種情況通常就是你下次要用的時候 你都忘記這些東西放在哪了 還不是買新的 由於用過Polywell的網路線和HDMI線都不錯 所以這次就在他們的蝦皮一次選購了 實際速度測試部分 所有連接都是用了2公尺的網路線來做測試 可以看到當兩台Mac與Thunderbolt 3 轉接10G做連接時 速度為9.05G 轉接器一台是QNAP的QNAT30G 另外一台是Architio的Thunder3.Pro 他們都是用Quantia的AQC107方案 第二種情況加入了Netgear XS505M 線也變成兩條 速度為8.9G 第三種情況 目標是MacBook Pro跟Windows桌機 中間就經過了XS505M的連接 速度為9.11G 第四種情況 以iMac跟Windows桌機為目標 都經過XS505M 速度為7.22G 雖然iMac連接Windows桌機時 速度明顯慢了下來 但同樣是MacOS的MacBook Pro 連接同一台Windows桌機 卻跑出了最高分 這部分暫時是還沒有找到答案的 聽說有可能是因為MTU無法調整的關係 因為這台XS500系列 它們都是無網管功能的 所以就無法到Switch裡面去調整 Switch的MTU了 如果能夠將Switch的預設MTU 1500調到9000的話 或許對於傳輸影音大檔案 這種情況就會比較有幫助 此外 iPerf的數值本身就會有一些浮動 主要就是確定它有跑到10G就好了 我卻不用再糾結在那插幾百Mb 實際在傳輸檔案大概都有400到600Mb左右 屬於10G的正常發揮 實際傳輸一個9GB的影片檔案 大概耗時在15秒到23秒之間 用ASIA或是Blackmagic的測速 大概也是400到500Mb左右 速度算是非常快的 如果是用原本的GIGA LAN的話 那剛剛秒數15秒到23秒 後面大概還要再加個0喔 因此這次透過Netgear XS50M 10G Switch 還有Polywell的K-6A網路線動工升級 讓我主力工作區的幾台電腦都上到了10G 然後彼此也可以互相連接 算是非常成功 經過這次跟朋友接機器測試和大家分享 我覺得505M雖然比較便宜 但是考量擴充性 目前就已經非常吃緊了 畢竟我的電腦真的太多台了 再加上未來可能也不會只有一台10G的NAS 也有可能會有更多的MUTI GIGA的設備 因此我覺得508M是比較符合我長遠第一的 而且光是它台灣公司或保護就有五年了 如果之後大家看到我介紹桌面的設備的時候 應該就會看到508M啦 如果改裝風扇還有直立支架 之後還有什麼心得的話再和大家分享 影片內容製作不一 邀請你按讚訂閱分享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